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有首儿歌拔萝卜 大家耳熟能详 但是能够亲自体验拔萝卜的滋味 机会可就不多了 玛丽后龙珍一位里长提供自家农地 让乡亲们一同下甜拔萝卜 享受丰收的乐趣 一群大人小孩 站在一大片绿色的叶子上寻找着 弯下腰用力拔起 萝卜出来了 很好玩 因为我弟弟的妈妈 要偷偷要很 我常被看到的就可以拔出来 好玩 那你以前有没有拔过萝卜 没有 那你今天怎么找萝卜的 我去找一找就有了 萝卜田里已经挤满人 乡亲们抱着萝卜穿梭人群 有朋友祖团 也有祖孙团参加 场面相当热闹 我从小到大没有拔过萝卜 天气很好 感觉心情很好 而且看到很多乡亲都在一起 我觉得很有趣 就还蛮有成就感的 就跟想象中的不太一样 孩子们蹲在田里 将拔好的萝卜妆栏 里长提供自家农地 让乡亲们亲近故乡泥土 还有更深的意涵 最主要是让他们有一个 提供这样的情况 还有给年轻一代一种想法 一个萝卜一个坑 你没有努力就绝对没有收获 你拔下来你就看他的坑 就看得出 那是你努力的成果 小朋友比较没有接触 就让他们体验看看 说到底什么东西怎么长 然后长得怎么样 现场还提供萝卜糕 让民众品尝 让乡亲们留下美好的 拔萝卜出体验 新唐亚太电视 赖红军林嘉义 台湾苗栗采访报道